今天开始组装柜子了 我过来看看 孩子爸也是不放心 他已经过来了 看我们家的小花园门口 都快钻不进去了 这树得修一修了 怎么样了柜子安着呢 你去看看是不是 我去看一下 你看看这个 这小花园这一块你看看 全是 就是啊 人都进不来了快 太茂盛了这 我去看一下柜子 哇塞 这是哪里的柜子 餐面棍吗 这在安庄呢 这是那个厨房柜门的颜色 这样进来好像味道也不是特别大 没咋味的 装完以后更就不用量了 直接出去去 你把你急的你装完就住进来 这是在组装榻榻米的吗 对 让我们看一下 是小卧室的 小卧室的榻榻米 乱七八糟 这也是床头背景 它是床头背景 它是床头背景是两种颜色嘛 它这个是最下面的颜色 嗯 哎呦 期待着整体效果吧 现在我们房子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柜子 我不是上次说了吗 等了好长时间啊 现在呢是可以安装了 鲸鱼这两天是在高考了 所以呢 它就搞一些主装的这么一个活 因为噪音特别大的活 就安排到高考完以后 这两天我们这太热了 全是三十多度 把我热的呀 你看一身汗 我们移走还好一点啊 但是也热 哎我们把空调准备一下吧 三空调 空调呀 历史空调 什么历史的 挂式的 当时我们买挂式的就行 历史贵的 怎么别搞历史的 你买什么挂式的 你看 摆在这儿的 这个地方不是一个沙发背景吗 就摆在这个地方的 就这儿 别让人干什么 历史的呀 空调啊 挂式的 在这个位置挂一个空调 难看死了 便宜呀 难看死了 你怎么那么烦人 你不行我就要买历史的 那一个历史的不留钱了 七八千 像那个 挂式的 这两三千就够了 啥不懂 啥你历史的挂式的买两个 每一个就行了呀 每两个干啥 挂一个就够了 你买那么小的那个挂式的 往这挂一个 功率根本就不够 整整个 不是整个房子它不凉 那一个历史的花六七千块钱 我知道六七千 你这一个历史的 两个卧室也都凉了 整个房子如果不开窗户的话 就都凉了呀 整个房子如果不开窗户的话 就都凉了呀 工率不够啊 那卧室都太热了呀 晚上睡觉都跟泡水盆了一样的 你忘了去年把我们热的 这不是搁沙发的吗 那边是餐桌 然后准备在这放一个那个 历史的空调 它就是不行 它要在这挂一个 难看死了 你再别搓身上的泥了 我们这个房子就是从开始装修到现在 我就是没给大家拍啊 我们俩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天天都在争论 你这啥都不懂 那天天还参谋参谋 你懂你懂 东西里多 你就是为了省钱 你就懂这一点 大家给我们给点建议 到底是 买历史的空调好呢 还是挂室的好呢 挂室的根本 卧室都不凉 我觉得 都不凉 一个历史可能整个房子都凉了 一模一样 什么一模一样